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此次试射引起了各国的关注 而布拉瓦洲际弹道导弹有哪些技术上的领先 未来将在战场中承担怎样的角色 兵器面面观 布拉瓦洲际弹道导弹正在播出 2018年5月23日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 北方舰队司令部公布 俄罗斯海军战略核潜艇由里多尔戈鲁基号 成功进行了一次发射试验 旗射了四枚布拉瓦前射洲际导弹 游里多尔戈鲁基号是955型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 艇长170米 宽13.5米 水下排水量2.4万吨 配备有布拉瓦前射洲际弹道导弹和鱼雷 这次试验中 布拉瓦导弹从白海海域发射 飞向勘察家半岛科拉拔场 并准确命中目标 这次试验也是该型潜艇首次骑射试验 而且是骑射四枚 布拉瓦前射洲际导弹与俄罗斯合力 两中的白洋系列战略弹道导弹 师出同门 布拉瓦前射洲际导弹 由莫斯科热力工程研究所开发研制 一枚布拉瓦导弹能够携带 十颗核弹头 最大射程八千千米 它将成为俄罗斯未来 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核心 苏联水下核反击力量的研制 起步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由于受到当时 火箭动力系统技术限制 战略导弹尺寸偏大 需要维护和保障的系统较为复杂 为了快速获得 和实用性强的核反击武器 苏联工业部门先后研制了三代 共九个型号的前射弹道导弹 我们知道俄罗斯的核力量 是三位一体 当时它是研制了 北风之神级的战略核潜艇 那么有艇就要有弹 那么要研制布拉瓦前射弹道导弹 那么当时俄罗斯研制 这款导弹的背景是什么 那么这种导弹 对于提升俄罗斯的核威慑能力 究竟有什么重要意义 俄罗斯而言 就是你怎么和美国对抗 因为你的这些导弹 是要突破美国的 全球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 所以这是一个难题 第一 你潜艇要静音 你不静音的话 就要是发现了之后 就要把你的潜艇击沉 所以当时建造 北风之神级的时候 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过问过 就是你们怎么老是建造不出来 说没钱 所以普京讲了一句著名的话 把克里姆林供卖了 也要把这个北风之神建造出来 游艇了 没弹也不行啊 这个东西潜艇藏住了 你拿什么去跟你的对手对抗啊 所以这就是布拉瓦导弹 那么你的布拉瓦导弹 当时是加装16枚 不在于你要向美国搭载24枚 而在于你发射出去之后 能不能突破美国的全球弹道导弹防御体系 所以一个打的距离 你起码是8000公里以上吧 应该多弹头吧 不然的话 你要靠到美国跟前去啊 对吧 所以这个不行 那你就是一个射程的问题 还有一个多弹头的问题 你只有多弹头 你才能让美国防不胜防 我觉得首先呢 是研制单位 并没有这个潜射弹道的研制经验 因为它莫斯科热洞研究所 它是做地地导弹的 它不是做这个潜射导弹的 莫斯科热洞研究所 就是白洋M的设计单位 那么当然白洋M呢 在事业上的技术 包括性能很好 所以大家对它很有信心 但是后来发现 潜力导弹和低力导弹 还是有很多的差别的 再加上俄罗斯对这个 提了很多的要求 包括你要上固体的 你的准备时间要短 要能够进行干式发射 因为你像之前台风 它实时发射 它要预先向你的这个 这个发射筒注水 这个注水的声音是很巨大的 那么从反潜的角度来讲 那是一个完美的打击时间 那么这个时候 俄罗斯说我要能够干式发射 我的准备时间要控制在很短时间 这些要求我们说 后面马克耶夫社 也就自己私下讲 说我们都不见得能完成 你一个没搞过潜射导弹 你凭什么就可以完成 所以当然我们讲 它花了很多时间 也就是说虽然它经过了 这种比较长的 这样的一个测试周期 原来出现了种种的问题 但是最终经过 不断的技术努力 包括采用了一些 全新的一个模式 最终还是保证了 挺弹的一个完美结合 随后 莫斯科热力工程研究所的 固体燃料战略导弹设计 得到使用部门认可 作为布拉瓦的技术母体的 白杨M洲际导弹 技术十分成熟 莫斯科热力工程研究所 利用在白杨M洲际导弹 研制过程中 积累下的大量技术 使新的潜射洲际导弹 设计方案与早期方案相比 不仅尺寸达到了与潜艇平台相匹配的要求 重量减轻了三分之一 而且在分导式核弹头的制导性能等重要战绩指标方面 均有所提升 随后 新的设计方案很快得到使用部门的认可 这就是后来的布拉瓦前射洲际导弹 刚才也提到了 白杨M这种陆基机动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 和布拉瓦可能有一定的技术渊源 那么在白杨M的基础上 去研制布拉瓦有哪些优势 或者说它可以利用哪些白杨M的 这种成熟的技术和理念呢 在这个问题上是成也白杨 败也白杨 因为这个白杨它是地对地的导弹 所以我们讲 它从发射井里发射出来的时候 首先接触的介质是空气 点火在空气中点火 然后你打到大气层以外 然后在大气层以外飞行 然后再重返大气层 白杨M是成功的地对地导弹 但是你如果把白杨导弹 原封不动地放到北风之神核潜艇上 这就成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核潜艇里发射导弹的时候 它首先接触的介质是海水 因为发射海基的战略导弹 它不是让你潜艇浮上来 然后在空气中的水面上去发射的 是要在水下的20米到30米这样一个深度 当然也不是说100米这么深的一个深度 但是你的这个深度是2 30米 所以导弹一出来 因为它有十几米长呢 二三十吨呢 所以这样一出来就有问题了 你接触的是海水 而且你是一个运动的状态 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导致了 它像白杨M 就是不可能一致 所以你一定要进行相应的改进 那在白杨的这个基础上 去研制这个布拉瓦 它是一个取巧的方式呢 还是说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呢 白杨我们说白杨M 它作为一个都地机动发射 那么它又是固体导弹 因为我们讲那个固体技术 它还是比较可靠的 另外的就是白杨M 本身的这个分导式多弹头的性能 尤其是突方能力比较高 它的这个上升段的弹道 经过优化 就是尽量避免 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在上升段对它进行偷袭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成叶白杨 那么半叶白杨 像刚才曹老师说的 这个发射的整个环境 甚至导弹的尺寸都要压缩 因为挺上的空间很小 又不是像台风 台风你可以随便坐大点 但是一般的核潜艇 都没有那么大的地方给你 所以你要压缩 然后你的这个 包括发射的过程中 整个的环境工况都很复杂 那么这些因素确实是 当时这个曾经研制过 白杨M的相关团队 没有想到的 但是你看俄罗斯方面 现在我们说完成 这个连续快速发射实验之后 俄罗斯方面对它的打击精度 对它的突发能力 毫无担心 就是这些就能看得出来 白杨M的底子 确实对布拉瓦的性能 提到了一个很高的这个效果 针对俄罗斯军方降低武器装备 使用成本的迫切期望 设计师们对不同平台 导弹总体设计的需求 进行了详细分析 修改了布拉瓦导弹的诸多细节 通用性为布拉瓦前射洲际导弹 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 也缩短了研制周期 由于布拉瓦前射洲际导弹 从项目初期就取得了 使用部门的信任 再加上研制部门的密切配合 使得布拉瓦几乎符合 当时俄罗斯战略核武器发展 规划中的全部要求 而布拉瓦前射洲际导弹 成熟的总体设计 和对于新技术的运用 使其表现出相对于 俄罗斯现役同类武器装备 更先进的技术性 布拉瓦导弹的弹头重量超过一吨 按照布拉瓦导弹研制时 俄罗斯核武器小型化的相关技术推算 布拉瓦可携带一颗50万吨TNT当量的 小型核弹头 或者10颗分导式核弹头 根据实战设计 为了能够突破美国的BMD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俄罗斯在设计核弹头时 考虑到使用诱饵等针对反导系统的技术手段 在搭载足够数量的诱饵时 布拉瓦导弹携带分导式核弹头的数量 被限制在6颗以内 这些核弹头安装有助推引导系统 导弹能根据飞行轨迹和姿态 自动完成分导弹头的投放 布拉瓦投放出的每一颗分导弹头 通过自带的惯性导航系统 或卫星导航系统 能获得很高的命中率 那么作为俄罗斯海基核打击力量的 一个主要手段 那么布拉瓦它有什么样的技术优点 它的突放能力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就是北风直升级的 战略导弹核弹体的静音性能非常好 因为它藏起来让它的对手找不着 那这就是藏住了 那关键是打的时候怎么办 就是它现在采用了这种固体燃料之后 首先加入进去之后 就是可以在大洋中值班的时候 很长时间的值班 因为你不用来回来去的 像添加燃料这些事情了 这个是可以简化它发射的时间 布拉瓦打出去之后 它是多弹头的 多弹头 那它一飞起来 你起码就要用多弹头来进行拦截 很多的导弹来拦截我这一枚导弹 因为它多弹头嘛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强项 再有就是所谓的骑射 实际上大家不要以为骑射就是四枚导弹一块从艇里打出去 你想想一枚导弹几十吨重 四枚导弹上百吨重 那一出去之后 这个艇的平衡怎么办 所以它是一枚一枚 但是这个间隔是很短的 这个都是在水下二三十米的位置发射的 所以它这个骑射能力也出来了 所以这些能力都说明了布拉瓦导弹 它已经足够的就是作为 就是俄罗斯的海基核力量的一个底线 就是对手帕 俄罗斯方面的报道来讲 就是认为它的精度 包括它的这个弹道 包括它的这个最后的命中 弹头的分布各方面都是经过优化的 因为俄罗斯美体讲就是从 就是我们说潜射导弹经常要讲一个抛射 总的抛射质量 就是我们说你比如它可以带6到8枚分导弹头 或者带一个单弹头 那么总抛射质量是上限 它的总抛射质量跟之前像台风的这个导弹相比 可能还是有点差距 但是俄罗斯方面是核技术的提升 包括导弹制造技术的提升 那么就是保证了我的弹头稍微小一些 这个当量小 但是它可以达到一个理想的打击效果 关于这个布拉瓦前射弹道导弹 据说还有一个争议 那么有人认为 它纯粹是一个固体燃料的前射弹道导弹 也有人猜测 它是采用固液混合的一个方式 但是如果说采用固液混合的方式 可能还是以固体为主 然后有一个液体的这样一个燃料仓 模块化的燃料仓或者是助推断 因为俄罗斯在液体的这个弹道导弹方面 有很强的技术积累 比如说在储存的方面 甚至包括在提升它的功效方面 可能有很多独到的技术 所以也不排除它可能是采用固体为主 然后固液融合的一个方式 让导弹的这种射程 包括这种携带核弹头的能力 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据猜测 布拉瓦前射洲际导弹 采用三级火箭发动机 其中第一二级使用固体燃料 第三级为液体燃料 与过去主要采用液体燃料的 洲际导弹相比 布拉瓦导弹加注一次燃料后 不仅能够长时间待命 而且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在十分钟内即可完成 在接到发射命令后 数分钟内便可以发射 但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推力 不如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 不利于导弹的最大速度等性能 因此为了确保在弹头分离阶段 达到所需速度 布拉瓦导弹采用了这种固液结合 以固体燃料为主的方式 经过多年研制后 从2003年起 俄罗斯军方开始对布拉瓦前射洲际导弹 进行全系统试验测试 根据计划 试验被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3年至2005年 通过在模型弹上安装控制机构 检验导弹的电子和机械系统 是否能够在水下或高低温等 极端工况下正常工作 第二阶段是在2005年进行简单工况下的试射 以便充分掌握导弹较较为完整的飞行数据 第三阶段是在完成第二阶段后 对布拉瓦导弹进行全面贴近实战的试射检验 截止到2017年6月 布拉瓦共进行了27次试射 其中取得圆满成功发射的仅有15次 其余失败或误会成功 现在布拉瓦前射弹道导弹的技术 已经非常的成熟 那么此前在试射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一系列的故障 那么曹老师在您看来 或者说以您对于前射弹道导弹的了解 在测试的过程当中 都会出现哪些故障 主要是哪些技术因素 对它构成了这种制约呢 我们先说这个人的因素 因为这个布拉瓦导弹 是由总工来设计的 它来执掌 最后由于这个失败率太高 把它给撤掉了 它在就是被撤职之后呢 谈了自己的这种感想 就是说我认为我设计的布拉瓦导弹 没有什么错误 也就是理论上讲 这完全是讲得通的 之所以这么高的这个失误率 是因为你们做的这些元器件 不合格 比如说你的这个制导的系统不合格 那它就打偏了 你的这个系统不合格 那么它出水之后 姿态就变化了 它说是工艺上的问题 而不是我理论设计上的问题 当然就是理论设计上 当时是把这个问题也考虑简单了 就是把陆基的白羊M 照搬到潜艇上来 也就是北风直升级上来 事实上这样照搬是不对的 按照曹老师的说法 就是可以看到 这个布拉瓦前射弹道导弹的 整体设计理念 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可能是一部分的硬件系统 包括一些保障设备 可能它的可靠性 并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一个程度 那么在后续的改进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在后续的测试过程当中 它应该怎么去克服这一系列的问题 去保证它这个导弹的实战能力呢 改进这块呢 我看到俄罗斯方面 已经要准备把这个弹带重新 就是等于再变回一个地地弹 这个我们说当然 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它在浅射过程中 通过小型化各方面 它实际上积累了很多东西 放在路上来使用的话 那么对俄罗斯下一步导弹的发展 是有好处的 那么而且呢 这个俄罗斯方面的 很多的相关的企业 那么在这一次的 整个研发过程之中 就刚才陶尔讲的 原件的可靠性啊 包括整个生产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做了优化 就是这个项目 我们说当然一波三折 但反过来说 俄罗斯的潜射导弹的 整个的产业 凭借这个项目 实际上出现了一个 我们说恢复第二春的 这么一个良好的状态 这个状态对于俄罗斯下一步 继续去推进它的这个 三位一体的核打击体系的 这个进步 还是说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布拉瓦潜射导弹 主要用于替代当时 已经服役的第二代 和第三代潜射导弹 主要用于替代前 制作人本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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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